大家好,我是長春社文化固跡資源中心的Oscar 大家見到我們就回到西園盆了,我們已經回到西園盆了,經歷了兩年的工程之後 今天我們很高興地回來之後,就很率先邀請到團肉窩鐵的團隊,Nikki和Kathy 上來分享他們的項目,這個項目我都可以講一下背景 有一次就是一個偶語,當然在我們IG或Facebook時都看到這個項目 就覺得很有趣,他們用一個我小時候見過的貼紙,我吃過的一個零食的貼紙 就拿來做一個媒介,去幫香港的傳說,去做一些記錄,去做一些推廣 那直至有一次我去北角一個商場去走的時候,看到他們開了一間店,開了實體店 那我就很大膽地走進去,邀請他們上來做分享 因為他們都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我們做保育,你們做設計賣團隊,為什麼會邀請你們上來做分享的呢? 那當然我有我的想法,就是我們覺得做保育不一定是保育行業才能做到的 原來是有自己的專業,有自己的專長,有自己的興趣,有自己的想法 都可以去實踐,可以去試 那所以呢,今天我們就邀請了停入Water的團隊 就上來分享他們的項目 那我們都希望今天的過程是這樣的 就是大概半個小時左右的一個表演 那我們之後就可以去一些問題聊天 那所以呢,在網上聽的觀眾 那其實是可以在我們的留言那裏留言的 是的,留言留一些問題 然後你覺得對傳說有好,或者對文化推廣,對歷史保育推廣有興趣的朋友也好 都可以在樓下留言問我們 那還有呢,也可以說一下 很好啊,團隊他們今天帶了一些他們的產品來分享 真的分享給觀眾聽眾 那我們稍後就會說一下,怎樣可以得到這些漂亮的貼紙 那好啦,那我們就 事不宜遲,我們就把時間交給 Nicky和Kathy Hello,我是Nicky,她是Kathy 那,多謝Oscar,多謝創想社的邀請 我們可以上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現在看到他的畫面 好,我們就叫團肉鍋鐵,兩個人的 那,我們其實呢,剛才Oscar也說過我們做這些貼紙 其實,可能你們,某些聽眾觀眾呢 可能小時候會吃過這些,鮮魔大戰的,有個餅貼 我們叫他們有個,有個,有個巧克力餅,然後送了一張貼紙 那就是,非常一個日本,日本漫畫的故事 那,我們其實是,我們當這個是其中一個童年會 所以,我們,之後我們會說一下,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這件事 那,少少,introduction 先吧 我們,首先這個project,我們就叫,香港鬼怪,白蜜語 那,我們就,跟著應該我們說我們的back one 那,我們其實,我們本身做廣告的 就是,做了十年,八年,我想在不同的公司做 那,接著就,我就Creative 那,他就做,就是Cathy就做,後期 後期,就是,postposition 一些廣告片,或者動畫的效果 那,都是在廣告industry,那我們,這個back one 都影響了,或者有少少跟我們做這個project 有少少,少少,少少關係 那,是的,那,十年廣告 然後,之後呢,就,開始了我們,為什麼要開始這個project 那,應該說我們,下一個再說 就是,我們現在就,左手邊就是,我們叫團肉鍋貼 就是,公司名,或者我們這個團體的名 那,有少少 story 為什麼我們叫這個,這個團肉鍋貼呢 就是,我本身呢,有個英文名的公司 一早就,register了個BL 那,就叫,We are the pigs 那,是一隊樂隊的,歌,名 那,就,純粹是我個人的喜好 然後,之後,但原來Kathy也是喜歡那隊Bang 然後,就用了這個名 應該是這樣,一早就register了這個名 然後,我們,在年多兩年前,想開始這個project的時候 就說,不如,找回這個公司註冊出來做這個project 那,就,又翻個英文,因為有個pix字 那,所以,就,反過來,develop了一個中文名 那,就,不如,叫團肉鍋貼 那,鍋貼的意思呢,又有double meaning 就是,那個貼字就是貼字 是的,窩心 然後,窩貼兩個字,其實都是奉香港的 即是,香港人說窩貼呢 那個窩字都是有少少爭議 究竟是,政治是金字變 那,我們有時又會用這個窩字 那,好像香港人用了這個窩字 那,有少少represent到我們 這個,這個貼字 或者我們之後做那些,是關於本土事 或者關於一些,傳傳說之中的不同的演繹 那,所以就叫做,to the watermark 那,就,敗一個小小的,古怪的原因 那,就變成了一個名字 那,跟著我們,叫做第一個project 其實都是第一個project 就是,香港鬼怪,鬼怪,百物語 就是,就是,做剛才上說了 是的,可能這些字裡面都有寫的 就是,做以前我們小時候吃過的貼紙 是4.8x4.8cm的 那,跟著就是有漫畫或者冊畫造型的 那,背後又有少少description的 那,我們就說一下為什麼這樣做 好,這個就是,我們so far的那些product 就是,正分離貼紙 那,通常是閃亮的,因為我們小時候 就是,就是,我們其實是,終於 我們以前小時候吃那個餅貼 送的那個貼紙,這樣就,終於圓著地 那,當然畫那個公仔,我們自己畫回來 是的,跟著 我們暫時出了四彈的 我們一彈會出四張 那,就可以看回頭一彈呢 和第二彈呢,我們都沒有特別的主題的 那,就想起哪個傳說,就直接畫,直接準備的了 那,去到第三、第四彈呢 我們就開始給個主題去 那,第三彈我們就講一些水的傳說 第四彈呢,就是講一些屋邨的傳說 那,接下來我們其實都重重行蹤 因為我們這個project叫 香港怪怪百物語 那,所以其實我們目標就 at least出一百個傳說的 那,就暫時是這十六個 那,接下來第五彈呢 都是會有主題的 之後都會繼續有主題的 那,跟著現在這個是 追溯一點點,我們 講回為什麼我們會做這件事先 就是,首先呢 應該是,應該是 都不是幾年前 可能 九不九就會說一下 其實我們是 其實是大學同學來的 跟著我們 因為做廣告的緣故 或者設計的緣故 平時都有客戶 有project 所有東西都是要跟從 這個marketing 或者跟從這個客戶的做 就是他們的想法 就是我們execute它 或者設計 都是要跟客戶的要求 經常都會想些 有趣的事情 這些都是一般 香港做設計師 或者做製作的人 的想法 那,久不久我們會跟Kathy說 不如 這個slide就是我們 經常會聽很多 古靈精怪的鬼鼓 空半熱線 大迷信 都市傳說 經常都會談這些 UFO 有一陣子 我們經常去那些廢墟拍照 那,久不久就經常跟我們說 不如我們出本書吧 即是我又 本身我又會畫一下東西 做graphic design Kathy都是這個industry 即是Wallon animation 或者 他都會有寫文字 現在開始 所以我就經常看這些 既然日本有些鬼怪大傳 以及鬼泰郎那些 即是水無謀那些 是很organized 去畫一套系列的日本妖怪 我就經常覺得 好像香港的版本 都值得做 因為我們 就是上一版 我們經常聽到 那麼多這些古古怪怪 其實都好像足夠的內容 去支援到一個香港版的妖怪百科 那 畫風也是 因為日本那些 可能是 防守衛款 或者是鬼泰郎那些畫風 我也觸碰到我們 也覺得很美 當然我們 在自己調一陣子 可能有別的畫法 但是 開頭就是這樣的 但是 為什麼禁止了我們 你說解 為什麼禁止了Licky 這個出書的原因 就是一來 我們 就是慚愧地覺得 香港 普羅大眾 雖然會買書 但是 未去到非常普及 就是可能日本會 台灣會比較普及一些 那我們香港人 可能買完本書 就會放了回家 放下了 那我們 就不是想這個目的的 其實我們真的想大家 再重新談論這些傳說的 我們想 記住大家 記住 記住大家 所以我們就認為 書不是一個好的媒介 去做這件事 是的 還有 有個點 就是書好像太平常了 就是 大家想起日本妖怪百科 都是想起他本 或者一本書 妖怪圖鑑 當然是圖鑑 那些創意感 所以就一直放下了 十數年 直至到 突然間 有一天 我們發現到 原來世界有一個 叫同人貼 就是 Kathy本身都是喜歡動漫 或者這些 漫畫 資訊 那這件事 撇除了 喜不喜歡 我小時候 我不是很看漫畫 但是 我小時候 總會買過這些 餅貼 即是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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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以前 仙火大戰有這個 包餅 然後裡面送了一張貼紙 小時候就會常常存這些貼紙 而這個日本 到現在還在推出 即是它是一個 恆常的 一個產品 它還會跟很多 例如 潮蜜 例如 高達 新的 石頭鬼滅 都會再 召喚 你見 AKB也有 那 好像 這個 我們可以拿來 放在我們剛才的 那個想法上 即是 我們 出本書 或者圖鑑 我們會不會 這樣 用這個 做Media 即是 把我們 鬼怪的圖鑑 放在貼紙上 所以 就好像 有得想 我們就 從這裏 開發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 進入了 鬼怪的 傳說 加上貼紙 就是我們的 產品 這個 緣起就是這樣 有一點點補充 就是 剛才說起 其實 為什麼會接觸到 同仁貼呢 其實我們香港 都有一些 喜歡這些文化的人 就是可能喜歡 存閃卡的一堆人 其實都有一堆 很小眾的人 喜歡存這些 同仁貼的 那我就有 接觸開他們的 那 大家都會出 自己的貼紙 那 我們 一開始 都想 可能 接觸這件事 都想有自己的貼紙 那 所以才這樣 開發出來 是的 應該同仁貼 可以令我們 因為他們 應該有幾十個 群組合 香港 香港有幾十個 就真的 自己畫 一些角色 同仁的意思 就是 原本沒有出 這些 產品 或者貼紙 而那些 例如有個漫畫 沒有這個產品 沒有出貼紙 那些人 是自己 跟回那個畫風 畫出來 然後自己印 然後在我們的群組 交換 賣賣 也有 就是這樣的事 我們又覺得 這件事 可以 借用 就是我們 一個 但我們就原創 一點 不是叫原創 就是我們用一個 題目包 就是 香港鬼怪 用每個香港的 傳說 和妖怪 這樣 所以呢 就是 促成了這件事 那我們怎樣開始呢 就是 剛才 講完 想法 找到 媒體 也 牽涉到 我們的背景 我們做廣告 或者做 瓜菲 設計 也可以 懂得 印 那些貼紙 可以更容易 找到一些 製作者 或者製作者 然後 由 名字開始 名字 也有一點 故事 香港鬼怪 或者妖怪 大伯科 或者百物語 大伯科 或者什麼 妖怪頭鑑 都有想法 但我們 最後 為何 不要用妖字 用鬼字 因為 香港是沒有什麼妖 因為妖和鬼 始終在文字上 是有些分別的 那麼 我們香港 妖就比較少 鬼的傳說 就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 用鬼怪 不用妖怪 所以就是 香港鬼怪 那 白物語 又是我們 再借用第二件事 就是 這個是 好像日本江湖時代 有個 他們有個 通俗遊戲 每 每一百個人 每人拿著蠟燭 每人說一件鬼故 然後 說完一百個 就好像 真的有個鬼會出現 我們覺得 剛才說的 那段 也有一點點 顯示到 我們 我經常形容 這個項目 好像一些文化的 的 的 我們用了 香港的 鬼傳說 做 topic 然後 貼紙 是 那個 我們叫做 同一回憶 是奉日本動漫 日本產品 我們將這兩樣 連結 所以這個名字 我們又 都貫徹了 我們的 Fusion 即是 香港鬼怪 白物語 就是奉日本 我們 都是想 有野心地 做一百章 即是一百個故事 是的 那暫時 其實我們的 這個 是我們最 一開始的 是嗎 是的 我們最初 都是上網找的 最最最最 最容易 或者最 我們 手上最 最接觸到 都是上網搜尋 搜尋了 加整理到 就有 應該有 六七十個 現在 一開始 六十幾個 是的 這裏應該六十幾個 接著我們 繼續做 就開始 去到百幾 但是 我們之後 都會說 我們到開了店 再繼續做 多些 研究的時候 現在的故事 list 就差不多到二百個 因為我們 一開始都是 只可以上網搜尋 我們 或者憑記 知道某些 可能YouTube 或者某些 三機 聽過一下 那就 先寫下 我們就 list 這個出來 然後就看看 誰 可以畫成 貼紙 然後 我們的 活動就是 sketch copywriting 製作品 就是印 然後 packing 我們一開始都是 上網賣的 就是 最典型 買一個IG facebook 都是跟 大家 同人貼的做法去買 因為我們當初 都沒有那麼多 都真的想著 自拍一下 做一下自己的project 想做一件這樣的事 出來的 這個畫法 比較個人的 這是我自己的小小抱負 我平時畫開就是這個 怎樣把它adject到 變成貼紙 我們都是奉 我這個畫法 發展出來 我們展示了一個例子 就是其中一個 這是我們第一個series的第四隻 就是狐仙 那 那個面子就是我剛剛 綜合了 怎麼說呢 就是 又有 又是 施魔大戰的 正方形 又是 我自己的 然後 畫一個 香港的 傳聞 鬼故 就是這樣 在這個面子 剛才看到 鐵子 會閃亮 用那些特別的 閃閃 閃 閃 背部就像日本的貼紙 這個也是主要的原因 我們覺得這個可以變成一個媒體 就是背部可以有五十字左右 五十至六十 就說回那件事 那個 日本就是漫畫的 那個 我們就 說回那個傳聞 或者是相對應的 故事 那就現了一個這樣的方式 而我們一開始其實 和出書 還是做這個 都有比較 都有考量過的 那我們就覺得 在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認為 我們的能力 可能未必可以足夠應付一本書 始終我和Nicky的出身都是廣告 不是做一個 copywriter 不是一個作家出身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 書真的未必是我們能力所及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認為 貼紙原來 這五六十字 可能就已經可以交代到 我們 要說的 對 或者能力 可以 應付到的 對 然後 有些 其他例子 這個是 有些 少少特別 出文 兩張連結 其實是講一個故事 就是 曾經有個水曉大戰 採弄的傳說 兩張連結 兩張連結 就是背部 各自說 同一件事 但有兩張 叫做鬼怪出現 那我就用回他們的角度寫的 即是水曉有 用回水曉的角度 採弄又 用回採弄的角度 但是其實 說回同一件事 以及 裡面可能短短五六十字 但是 我們的主題都放進去 是的 然後 之後 再講我們的進程 就是 少少 由 想到 做貼紙到 上網 同人貼去賣 然後 再變成 可能有些 內貸店 這個就是 我们的Facebook IG 我們會放上去 說賣 好像同人貼 純粹就是 人家中網上 便帶給他們 然後 然後有些店鋪有興趣,會否有寄購 當然我們都歡迎多些頻道可以賣出去 這裏有幾間廣角有少少寬 由閹沙咀銅鑼灣商場到深水埗文青店 我們當然樂意合作,放一些在不同的地方出售 所以我們這五個地方可以買到我們的貼紙 然後到中段大概半年 有個藝術公司接觸我們 我們又覺得可以再推動一步 我們可以跟他們合作出了NFT 適逢那時的trend好像剛剛起步 剛剛起步 對,我們又膽粗粗和藝術公司放上去NFT 買了幾個 其實就好像一個progress 我們覺得由我們的想法上 好像有少少人會支持 少少人會覺得會有資本 有少少人會購買,然後有少少寄賣 可能又去到NFT 然後支援我們有自己的店舖 在北角我們租了一個地方 這件事為何我們會這樣分享呢 就是店舖最後轉出是有些特別的 就是我們接觸到真的有人走進來 會跟我們分享這個貴戶 即是我們原本都沒有預期到這些 不是,我們有預期到的 但是沒有現在我們轉出的結果 是更加好的比我們預期 應該這樣說 我們一開始做reserve 的時候 其實有少少無從入手的感覺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始終我們接觸不到大家 我們要做reserve 的時候 通常可能上網台找一下 看看留言、看看forum 看看facebook 看看大家怎麼說這些傳說 直到我們開了店舖之後 我們就發現 我們終於都可以真是親身接觸大眾 我可以去問那些客人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傳說呢 如果你聽過的傳說 當年又真的怎樣傳呢 因為其實傳說這件事很有趣的 大家不說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價值 沒有價值到可能連放上網上的價值都沒有 所以其實做reserve 是很難的 但是其實來到跟我們分享 可能很簡單一句就是說 原來假設有個例子就是 就是赤諾別墅的那個傳說 就是我們第一章 金龍 對啦 金龍 那赤諾別墅呢其實是 如果我們當時上網找呢 找到的資料大部分都是說一句 很慢 就結束了 真是非常之難找 這個傳說 但是到開了店舖的時候 我問回那些客人 有客人真的給了一個feedback 就是說原來他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就是在智諾隔離讀書的 那當年他們怎樣傳呢 有兩個傳法他告訴我 但是真的很無聊無聊 一定不會寫上網 一定不會在網台上出現的了 但是其實我們是正正需要這些 那第一個傳說就是說 赤諾別墅是林子祥爸爸建的 爸爸在那裡住的 那聽起來完全是無稽的 那根本不會放上網 第二個呢就有一點點跟我們做research 想接觸那些point接近一點的 那就說對著金龍鱷尿 那條金龍就會轉的 那其實我們找回很多智諾別墅的傳聞 那就很多故事都是發生在金龍那裡 那我們香港人其實有一點點類似習俗習慣 那就是會說一個地方荒廢了 如果那裡有石像 那通常那些鬼魂就會全部進入石像 就附在石像上 那其實這個金龍不是正正是一個好例子 那但是由一句很簡單的 對著金龍鱷尿 那就已經可以體觸這一件事了 那但是這些真的做research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真的要接觸大家才做到的 就是我們剛才我們很快的分享了 我們從想法開始 然後就賣貼紙 產品貼紙 然後到可能有些機會 甚至是NFT 然後去到 有很多家店 還有很多不同人會inbox我們 說很好 有興趣 有potential 那就是我總括回我們剛才說的 那個progress 就是由我們一個想法 可能是自high開始的 就是我們想重新做一個 香港版的 香港版的我們的 小小回憶 of這個餅貼 而自己再畫一些 我們有另外一個喜好趣味 就是 故故怪怪的鬼魂放進去 然後我自己畫出來 還有寫一些故事 那整合變成一個product 那這件事 就是 kickstart了之後 再往後發生的 就是中間 剛才這樣說 就是有人approach我們 有人支持我們 再去到那個店 店的原意 都是想多一個接觸點 去接觸真實 可能有人走進來 會和我們分享鬼魂 我們原意都是這樣的 那turn out 就是剛才這樣說 就是那個result 比我們更加好 因為有些客人是走進來 叔叔伯伯說 他們四十年前 就是正正是 剛才金龍也好 看狐仙那個雲石也好 是一兩年班 是當年在現場的 那他們就會坐在店裡 說一個多兩個小時 那就是這樣的case 或者這些人下來 說的話 我們就覺得很 好像是我們做對了這件事 就是在店裡有一個sharing的地方 所以就好像更加 好像更加 我們這個project 就是我們 那些傳聞和鬼魂 其實原來有人會 會討論或者會談的 都有一點點補充的是 其實我們做這個貼紙 我們當初都有想過 其實 因為我們想這些傳說 繼續流傳下去 所以我們的approach 不是僅是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我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 小朋友都可以繼續說這些故事 那所以我們做這個貼紙 然後我們開了店 那有些人真的會一家大小 來跟我們聊天 我們當初有擔心過 會不會現在的家長 根本不讓小朋友接觸這件事 那但是回歐的都不是的 發現原來現在的家長 其實都真的會跟 那些可能還是小學生的子女 都會分享他們聽鬼故話 那他們看到這些傳說的時候 又會勾起他們的回憶 又再一起分享給下一代 那我們就開始看到 原來我們做的事 是真的正在行動的 是的 我們一點點的尷尬就是 去到這裡 從我們想法到店 好 那我們就進入另一個環節 我嘗試放好鏡頭 放好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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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一點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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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LIPKID 和Kathy的分享 我想我們 剛才有說的就是 大家有留意 例如剛才有人問 有兩個留言 一個就是想買你們的貼紙很久 但是 經常都沒有時間 但是我想說 機會來了 你今天 只要在我們樓下 樓骨炎 樓下留言區那裏填我們的問卷 就可以獲取這個貼紙 那這樣的方法 你可以來我們機構羅 我們機構開班的時候 你可以來我們機構羅 還有我也很欣賞這個項目的 其中一個點就是 那種想法 沒有很想 達到很多東西 可能 純粹自己想做一些 有一個意見 自己想去達到一些 自己的東西 但原來做下去 有人欣賞 做下去 有些耐心 做下去 有些人回來的 feedback 是在肯定你們的作用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這裏分享時間 我想他們很懷疑 其實都很懷疑 對 懷疑自己 做為designer 做為賣 product 都可以來到 長春社的文化故事 專員中心做分享 我又覺得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挺好的機構 去開展我們的討論 好 因為我想我們都有一些問題 或者我們其實都有一些 的想法 其實是想問 或者是想參考 或者是想請教 或者是真的去 去開心分享 其實就是 我剛才另一句很聰明的就是 出書 太普通了 還有那些人 香港人不看書 好像真的不看書 就是可能不看天文 也允許一些智場 其實我怕被人罵 不是的 我們自己不看 都是大趨勢來的 我想 什麼人都有 但是我想 假如不看書 又想接觸這些 這個產品是否是其中一個 就是我會覺得 你們用設計 會用一個產品設計的想法 會去想 怎樣去畫這個公仔 怎樣去拿資訊 我覺得 這些是我們做補育項目的 是很少從資訊上去想 對 多數我們先想 研究 先想研究 先想到研究 想到很仔細 做到很多訪問 但是我們就變成 我們的文物 所謂讀書 寫字的人 只是用文字 寫一本很厲害的書 寫一本很懼著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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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時候 就變成我們沒有想過 怎樣跟人溝通 究竟那些人是想看什麼 或者是那些人是究竟 怎樣進入討論 怎樣進入這件事 你們好像做了那個 幫人進入去這個領域的一個 門檻 門口 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我很欣賞 但是我剛才聽過 可否分享多些 就是剛才說 為什麼你們會選擇 用一個生意去做這個項目 因為我想 我們的追蹤 或者是我們這一行的朋友 很習慣 我想到的想法就是 去銷售資料 去銷售一些基金 去拿一些項目去做 但是為什麼你們在想 去做一個生意 去模式 去運作 應該這樣說 我們跟我們的背景 就很大關係 就是我們做廣告 廣告 廣告 所有東西都在說 預算 我們拍片 有多少預算 我們才可以怎樣 計算到製作費 雖然我們這個項目 都不是什麼大層 就是印刷貼紙 但是我們的 mindset 或者我們的想法 都是 首先做這件事 看看會不會 能夠遮蓋到我們的 雖然我們 雖然都是很 剛才說 不是很大的製作費 但是印貼紙 我們有少少 人手釘裝 那些 純粹是怎樣 遮蓋回這個 我們沒有想太多 可能 都是 因為真的 在commercial的世界 純粹是 一件產品 要遮蓋回這個 變成一個產品 去賣 賣到的錢 就遮蓋回我們 我們也有少少想 想 遮蓋得來 因為我們 想件事 都不是說出幾隻 就完 就是 我們說 一百隻 我們都順量 希望 越滑得接近 或者完成到 為目標 所以 就是 沒什麼特別說 沒什麼特別想 就是 都是 變成一件產品 產品 回到我們的成本 成本 成本得來 還可以給我們 十星下去 畫到 十幾二十 三十 四十隻 這樣 所以我們 是 沒什麼特別思考 好像一開始 已經是產品 用產品 對 對 對 我想這個很有趣 可能是否也要呼籲一下 大家要繼續看到 第六七八版 繼續支持這個項目 對 希望 這是很現實的考慮 對 我想這一種就是 其實大家都可以參與得到 對 我反而覺得 好像這種商業元素 變成大家都可以參與 因為 那個錢不是太大 對 一張半章不是太大 變成很容易 大家都可以參與到 對 我覺得這是幾有趣的一個項目 但都是困難的 就是 好像 都算少眾 這件事 我們剛才的 分享 我們沒有想到太深入 就是 踏入同仁帖 開始 就是我們 由我們的 方式 或者我們想做的 變成 變成 貼紙 跟著 順理成章是產品 但其實是困難的 因為 要 有幾種範疇 好的 可能 大家都喜歡 鬼怪 鬼真怪 喜歡我們的 題目 或者 我都 可能 欣賞我們的插畫 或者 這個方式 又突然一班 或者 是 踢中 童年回憶 小時候都有 這類型的貼紙 叫做 有這幾個 圖 好就可以 這幾個 都可能會包我們 但是 不好的話 其實是 各自都很少眾 首先 喜歡鬼故 又未必喜歡貼紙 貼紙 為何不是動漫 又未必 擅長到他們 但是 我們都沒有 由我們自身 趣味出發 我們覺得 我們自己都會想 保持一系列這樣的貼紙 所以就這樣做 就會去做 還有我覺得 這個 假如我們說 如何開始這個項目 作為一個生意 去做 開始 其實就是 一開始就想過 產品 慢慢做 試一下 試一下 我看見你們有個細心的 譬如你們和我們做 普通的歷史研究 很不同 我們看了 社區有沒有什麼 想說 歷史本身 有很多人說 但可能你們 產品 我們首先想個名字 原來你們連窩子 那個窩子都很忙 還有 我很欣賞 其實香港真的很少人 用謠 鬼 這些觀察 但我覺得你們是 都細心 還有我覺得 這個也是 裏面其中一個 的特色 就是我們怎樣去 透過 透過 產品的名字 已經和人在溝通 是的 我覺得這個 溝通的渠道 是很細心 很仔細的 我看到這個 還有 這個是我 我自己的 一點點的 但我 講完一個生意之後 反而我反過來 就有點興趣 想問那個 研究是怎樣做 因為很多時候 我自己也有留意 一些香港傳說 鬼姑娘 當然傳說 就有很多特質 應該可以分享一下 你做這些傳說收集的時候 是怎樣 而是我覺得 去談這些事情 是很有趣 但同一時間很難 因為大家記憶 還記錯 同一時間 我看上網 推論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是世界大戰 是 哪是這樣的 就是那個是這樣的 我聽到我媽媽的版本 又不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這種世界大戰 因為知理研號 做很多網上做研究 那你們是怎樣去處理這種 的 討論的呢 我先說 然後 Kathy 這個就是正正我們 懷疑自己的地方 我經常跟Oscar說 很多次 我們不是很學術的團體 或者背景 我們做這件事 只不過是 出發點 就是我們喜歡聽 就是我們跟一般聽眾 沒有分別 就是喜歡聽鬼鬼怪 就是 原來這區又有什麼發生過 固形精怪 又有女鬼 男鬼 那由這個出發點 開始 所以你說Research 那件事 我們跟一般人 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開頭 是上網搜尋 那可能 叫做看多兩三個page 但是 我們自己都思考過 做下去的時候 就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找到這個page 和那個page 這個人和那個人 都不同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那個focus 都不是去求真 就是 那個真相 其實是什麼 我們都沒有能力去 去複製或者翻譯 純粹是 這個傳聞傳了出來 就是 都是奉 人的口述 或者有些人 經歷過 那這件事 就是 撇除它的內容是真 還是假 或者要 fact check 它說出來這件事是真 那 我們就是 反而是 focus 在由誰人 打口出 出發 或者說過 或者經歷過 然後 我們就 變成我們的 topic 我們的 topic 就放在貼紙上 變成 product 就叫做 我們bring out 這個話題 拿著那個貼紙 大家可能討論的 你說得不對 我當時起座場 其實它說的東西 是更加珍貴的 所以我們的目的 又是這樣說 沒有想太多 但是 Research 就盡我們能力 我們 我們最終 放進去的 version 就是 就是 放進去的趣味 和放進去 看看多不多人說 或者 如果有六七成人 都是這樣說 我們就放進去的 version 內容 也是這樣 接著我們去到店 就有多些人 走進來 分享 可能 Kathy可以說一些 其實Research 那裡 我都可以再說一些 其實 因為我們做Research的時候 我都很留意 就是 有個人經歷這一部分 跟有大家傳聞的部分 其實通常我會 skip個人經歷的 都是說回智樂別墅 可能如果上網找 就會找到 那些人說 我入了智樂別墅 我曾經經歷過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 但是 在於我們的立場 我們是說城市傳聞 那我就 通常都不會怎樣 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不是傳聞 這個只是個人經歷 我覺得要分得很清楚 我們是做傳聞 而不是經歷 所以通常那些 我都會全部傳聞 那 剩下傳聞那部分 那傳聞就是要傳的 就是 反而 真實性這些東西 真的不是我們考慮的位置 我們是要 拿回 當年那些人是這樣傳 是這樣傳 就是我剛才說過一句 對著這條金融阿尿 會轉這些 這麼簡單的東西 已經是我們的目標 因為它是真實傳不出來 我們是不需要經歷這件事的 那很多人來到 我們店舖都說 其實這個傳聞究竟是真還是假 那我都會跟大家解釋 就是我們傳聞其實 那個考量不是真還是假 而是它出現了 就已經有它的價值 譬如可以在傳聞裡看到 原來當時的人的思考模式 當時的人流行些甚麼 當時的人的習慣是怎樣 甚至乎社會背景 那些其實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這些才是我們需要注重的地方 而不是真是很簡單 一個很juicy的故事 我這裡也可以有一點補充 因為我們自己也做了很多訪問 很多口述歷史 那變了的而且確 我們很多人 我們的followers 都可能是看慣歷史的文獻 有文獻support就是真的 但是剛剛Kathy有個點很好的 就是她真的 故之前很重要 對某些人來說 但原來她的社會功能 都很重要 例如我們試過在村裡 可能是一些近海的村 做訪問 他們會說 以前我阿婆 就會跟我說有水鬼 晚上就不要去玩 其實我們問一些學者 其實這種傳說其實是一種 教化的功能 其實就是不想你晚上去玩 怕你有危險 所以就說一些鬼故 去嚇小朋友 令他們不敢去買地方玩 我想其實有很多的 有說過高階鬼屋 也會有這樣的功能 有些其實是一些吸毒的人士 在裡面 所以我就看到 剛剛有個位置說得不錯 就是 原來她的傳播 已經是有一個價值 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這些都是 這個project 可以帶她出來 因為我記得 有一次我走過一句 就是華富邨UFO 所以我想這一個 都是華富邨自己 都挺 proud 的一個故事 就是 尤其是一講 就有幾個街坊 會說 我當時聽過見過 怎樣怎樣怎樣 那好像變成我們 今天講這些鬼故事的時候 尤其是分地區去講 那你變成有個地區身份 一講就是 我小時候住在那裡 我小時候怎樣怎樣 那變成這種 其實都是我看到 現在有一個功能 這種傳說 是 我就親身經歷過 好像有一種地區身份 勾起了出來 是 但是之前你不是說 之前有個叔叔 是 我記得你分辨 藍田 藍田 藍田的故事就是 水妖和彩龍大戰 簡單來講 這個故事就是 在藍田舊村已經拆了 藍田舊村 是在六十年代起的 一直起 有很多水的問題 好像山脈傾舍 水管漏水 水浸這些事件 當然你知道 就跟這個社會背景有關 因為當時政府 還沒做好這些配套 那Anyway就是 那些居民已經 在傳有水妖這個作怪 那起到藍田村 第十五座的時候 政府就在大廈外牆 整了一個六層樓 那麼高的彩龍浮雕 那一整了之後 所有藍田村的村民 都已經說是 拿來震水妖的了 但是政府的說法 就只是說慶祝全香港 第五百座公屋下城 那之後呢 就曾經發生一件事 就是說 有一天 很多藍田村的村民 看出去 藍田村對出海 那天下大雨的 但是很奇怪地 那海就好像一分為二 有一半就是晴天的 有一半就是雨天的 很多居民就在雨天那一半邊 的雲層之間 就看到一條彩龍的展影 不是整條彩龍 是局部性地出現的 就是可能看到頭 就是爪 看到尾 在雲層間穿插 就打 他們就說打 需要 然後第二天呢 就雨過天晴了 然後呢 大家再看去那個彩龍浮雕 就發現 這個彩龍浮雕 原來爛了 掉了很多油 甚至有一隻眼是盲了 那大家就說 彩龍和阿水要打完 那彩龍就伸手重傷 但是彩龍都贏了 那為什麼贏了呢 那就是其中一個傳法 就說 自從那天之後呢 那就沒有水的問題 那這個是我們上網 很容易找到的故事來的 但是其實我也有很努力嘗試去找這個 這一天發生的日子 那當然是幾時 那很多人說說有 七十年代尾有人說 八十年代頭有人說 有些人說八三 有些人說八五 其實真實的我年來 年份我找不到的 直至有一個客人來到我店頭 那他就跟我分享回 我小時候就是住藍田村 然後我就問他有沒有聽這件事 那他第一個時間呢 就馬上告訴我就是 這件事是一九八零年發生的 因為當時我是小學一年版 那他就已經給了一個很確實的時間 而這些東西真的上網是未必找到的 嗯 嗯 明白 那還有我自己這些 這些 這些收集故事就 過程可以不斷繼續 嗯 你收了第一個 那你就會繼續創作 創作繼續收 那我也覺得 有一個位置就是提醒你觀察 其實這些故事就是那個伯伯 他可能都收了很久 都沒有怎樣 直至他見到你們 就會再講個故事出來 那我想這個都是我們香港 自己地區故事的一個問題 就是不問就不講 那我們就很希望 這些項目就可以不斷地出 不斷地刺激我們所謂的香港市民 地區的人士的一些記憶 令到可以繼續不斷地講故事 因為剛才我講了一個有趣的情境就是 什麼時候需要講鬼故 嗯嗯嗯 什麼時候需要講鬼故 就是我們小時候去攝影機 就是我小時候 就是那些未有手機 可能現在沒有的 未有手機的年代 那你圍在房間做什麼做 那一定會講鬼故的 那你一定要代替鬼故的 那代替那些多數都會撞車的 譬如你又是講哪隻姑娘 就是我又是講哪 但問題有趣了 就是不同版本的 是啊 因為我們其實很有趣的 今天為了我宣傳今天的講座 我們其實都在我們IG那裏 都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問哪隻姑娘這個故事 其實都有不同的朋友 答了不同的答案 那所以我都會覺得 自己去初初找你們去分享 我都會問自己 其實他們在做那個東西 是傳說來的 究竟它的價值在哪裏 那我想經過今天之後 我們看到了 就是原來這些project 是的 有一些價值 有一些功能 不是想記錄那麼簡單 而是那種產品 我都會想到那個市場之後 原來是引起一些回應 引起一些人想法 引起一些人更多的想法 那我這個位置 我就很appreciate這個project 但我想到最後 不如我們問最後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假裝 你們最喜歡的產品 去講一下 因為我想剛才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或者我們分享的時候 可能螢幕太小了 那些朋友未必見到 我們現在放大了 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狐仙可以選擇嗎 藍田和狐仙都喜歡的 狐仙都是 可以拿出來的 看到嗎 這個狐仙 那些本身 可能全部都是假的 例如藍田和水妖 只不過是幾件事 同時在那個時空發生 即是藍田村重建 那時候的香港 又生涯傾瀉 然後適逢 又剛好五十年有條龍 幾件事發生同一年 加上那時候沒得上網 沒有電話 那些居民可能又會 某些天然現象 然後就傳出這個故事 即是回應剛才我們 為何探索 或者找到真相 可能是全部假的 但是在那一刻 那個藍田 就是傳出這樣的傳聞 加上幾件事同時發生 我們表面就畫了那個 那個公仔 一隻水妖怪 一隻彩龍 大自然 畫面呈現 然後我們的生涯就是這樣 但背後 我剛才說過的東西 就可以大家 在場也好 不在場也好 男田居民也好 香港居民也好 可以就討論 這件事 我們為何喜歡 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 新來近的 就是狐仙 狐仙是不是 1979 七幾年 對 你說發生那件事 發生那件事 八一還是八三 對 我很快地說 為何 類似剛才藍田的 他是奉一個 在皇室堡以前的前身 的一個酒 的一個酒樓裡面的 寶寶滿月宴 這件事本身已經是香港文化 相信 我不知道外國是否 寶寶滿月宴會 這是其中一件事 然後 那隻狐仙的出現 是奉隔離大坑的 一個 虎下別墅 然後 虎下別墅 裡面原來有狐仙 狐仙文化又是第二個延伸 原來廣東人奉山海經 開始 就是 會有拜狐狸的習慣 然後 形成了一隻狐仙 在那裡修煉 過了隔離區 銅鑼灣 的皇室大廈 然後 搞鬼 做了隻嬰兒 在雲石上面 又牽涉多樣東西 雲石的紋 是形成了一隻狐仙 然後 大家原來會坐車去看 所以 其實這件事就是 好像有幾樣東西 只可以在那個年份加 只可以在香港發生 因為 名字也有少少透露了 或者是皇室 是當年的產物 然後 狐仙 或者是 虎華別墅 又是奉第二個story 即是姓胡那家 的有錢人 好像幾樣東西 又是匯集了在 歷史時空那一點 當然我們 都是講過很多次 不是很學術 但是 只不過是 bring out了這個 topic 這個story 然後一隻狐狸 然後透露了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我也有少少分享 之前好像都是跟Oscar談 那就是 這個故事 其實 當年是上了報紙 上了報紙就是 現在 溫沙大廈的雲石場上面這件事 那這件事是事實來的 因為它上了報紙 但是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當年是現了 在雲石場一天 全香港的居民湧過去看 因為這件事而上報紙 以第二天的酒樓 已經馬上下紅布了 那我們的討論呢 就是 為什麼一天之內 可以有這麼多人 會知道這件事 湧過去呢 現在的香港 就說有這個 網絡而已 但是當年是沒有這個網絡的 那為什麼沒有網絡的時代 反而靠 人全人都可以做得這麼快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有趣的 point 好 我想 我突然說人全人這麼快 就是我經常都想 究竟我們 就是剛才說 假如我們講鬼故 自己講鬼故 對 自己代來代代那些 不知道現在這個年代的小孩 會不會是新鬼故 我剛才覺得這個鬼故 就是假如我看到一些天文現象 因為我這個年代大家的科學普及 大家可能解釋到很多東西 是天文現象 跟上來就是 我用十秒都不用的時候 就拿個電話出來 是 是 就是真偽很快容易被人 都是 都是 我覺得 今天科技在這麼發財的年代 傳說好像很難再生產出來 就是 我想這個反而變成 100隻 或者200隻 可能變成 真的需要好好保存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沒有新的replace 我們可能就需要在這些 那裡繼續下功夫 其實你上網 網台 其實很多人講鬼故 或者傳說 我們畫 做的時候 都很多 只不過我們做的事 是 我們想了一個方法 我們整合 用我們的方法 放進去 開頭沒有想太多 純粹是 我們覺得 comfortable 這個做法 但是慢慢 有 社交媒體 人們會inbox 加上店 加上 有些 像Oscar 的機構 幫忙 我們聊天 這部分 是比我們 預期中更加值得 要用力做 我不知道 是不是叫文化 還是 叫 不用想太多 都是叫做 聊天 保持初衷 對 無謀初衷 我們就不要想太多 先做 對 因為我也覺得是這樣的 保護界 很寬的 有些人在 有些人做保育建築 每個人都在做不同崗位 你們有你們崗位 我們有我們崗位 可能大家繼續 不用想太多 有趣的地方 剛才我看到有朋友 在Facebook留言 問你們的店 在哪裏 都可以說 我想都是 不覺苦利來商場 對 我們是在苦利來商場的 對 我想這些資料 我們遲些會放在 留言下面 今天都差不多了 我可不可以借機會呼籲 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有這個 城市傳聞 歡迎來店裡找我們 或者DM我們 因為我們都真的 還在收集中故事 無論是我們出過的故事 或者我們未出過的 全部都還在收集中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 想有保留這件事 所以 我們在想一個方法去 可以整合去再 和大家分享 但是暫時都要做了 一個收集為主 所以 如果大家有 就麻煩 如果可以 就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 在這裏 我就再一次多謝 團育窩鐵團隊 Nicky和Kathy的分享 最後 我也要多謝我們的 資助單位 就是香港賽馬會 市區資助計劃 穿梭市區文化遺產計劃 大家贊助 大家資助 我們繼續找不同的朋友 去分享他們 保育的順便 或者保育的工作 好 謝謝兩位 我們希望 遲些 我也希望有個 Q版的Cash Q版的成章社 其實這裏鬼谷都不少 很多街坊都跟我們說 我想應該有些 社區project可以做一下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假如是這樣 今天到此為止 下次再邀請你們上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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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